代志瑩 代志瑩2019印尼羽球公开赛 小代2019印尼公开赛四强赛 代志瑩VS三口茧 语音直播一起为小代代志瑩印尼公开赛加油哦 无比赛画面不喜乌入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玲LinzLive YouTube频道 我是小玲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一样在影片直播开始 请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样的直播的话呢 这样的内容你是喜欢的 请在影片底下呢 给我一个赞来鼓励我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 如果你想要得知小代代志瑩 最新最快的羽球讯息 哪边可以看小代代志瑩免费羽球比赛直播 小代的即时赛况比分 小代的对手赛程等等的 欢迎在影片底下呢 免费订阅小玲的 这个小玲LinzLive YouTube频道 就会第一手就可以得知 小代代志瑩最新最快的羽球讯息了哦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小代呢 目前现在已经开始正在比赛了 我们目前马上转接到这个即时比分 原谅我目前没有办法转播 画面给大家看 因为画面呢是侵害版权的 所以我在影片底下的文字叙述栏已经有贴上 哪边可以看这个免费羽球比赛直播的连结了 大家可以去点开影片底下的文字叙述栏去看一下这个连结 它是抓饭直播的 但是因为现在呢 很多人都去这个连结看了 所以会导致这个连结呢 会比较慢一点点 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 请大家尽请见谅一下 好 那我们呢 现在马上把这个连结贴给大家 在旁边聊天室也有连结可以看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呢 转播到 帮大家提供就是 语音转播的服务 然后也会为大家送上这个文字的这个部分的 文字部分的直播 像比分的部分 好稍等一下哦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马上为大家送上的是 目前的这个比分是来到了1比4 1比4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1比4 小带的暂时是以3分的落后 3分的落后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1比4的部分 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三口线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 我们看一下小带的揭发 好 好 三口线的开球开一个后场的高远 好小带这边的回击也是 看样子是打一个拉掉的战术 那这个部分的回击是出界1比5 那目前呢 小带目前正在开赛还在就是 有点类似在热机的这种状态啦 所以他刚开始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带开 开局有一个慢热的这个现象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三口线发一个高远球 好小带这边呢 这个两球都打同一个位置 有完全就是把这个三口线定住了 那这个部分呢 比数是来到了2比6 好那目前呢 我在旁边的这个聊天室 已经有贴上直播连结 在影片底下的这个文字叙述欄 也有贴上直播连结 大家可以去看哦 目前呢 双方正在一来一往的这个拍数的来回 好小带刚刚的一个漂亮的沙球 被这个三口线守住 但三口线这一沙 那我们看看这一沙是在界内的部分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2比7 好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2比7 好 那目前的比数是2比7 现在的状况是 第一局来到2比7 小带暂时落后5分 三口线开球开一个后场高远 好小带这个回击 好 一样是打一个后场高远的一个拉掉的战术 那尽量把这个三口线牵制到在后场 那三口线他是一个跑动能力非常强的一个选手 我们可以看到一让这个三口线来到前场 他就发动了这个积极的快攻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2比8 2比8 目前的小带暂时6分的落后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口线的发球 还有小带的揭发 那目前呢 我们看一下三口线发一个后场的高远球 目前的战略就是先用拉掉看一下 试探一下对方的这个状 今天的这个状态和手感 那三口线这一个 这个回击呢 他本来是要防守这一球 但是这球小带他自己把球打出了界 这球是有点可惜的 很好的一个chance 那2比9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2比9 三口线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 好的 这一球我们可以看到小带发球呢 是回击是挂网的 那今天呢 小带果然在开局的部分呢 是比较没有办法去 马上进入到一个比赛状况的 我们看一下三口线的开球 好三口线这边呢 回击也出现了失误 小带这边拿下一分 比数是来到了3比10 3比10的部分 小带重新的拿回了这个发球圈 好 OK 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 我第二局的名字写错了 不好意思 哦写到1色浓 太想念1色浓了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马上的快速更正 好 那个连结进不了 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非常多人看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直播 所以太多人看到这个直播 很多人涌进这个直播间 就会再造成他的这个网站塞测的部分 那网站塞测的话 就会导致就是连结会比较进不了 或进去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这边还要请大家尽情见谅 好 那目前呢 双方继续多拍的来回 那目前比速是来到了3比13口欠 这一个 打出一个小带的一个反方向的大对角 那小带这边呢 是来不及回去救这一颗球 比速是来到了11比3 中场进入了技术暂停 好 那目前的比速是来到了11比3 11比3 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 好的那小带在开局的部分的话呢 刚刚我们说了 他是有点就是慢热的部分 是有点慢热的部分 所以现在呢 还是比较没有进入状况 那希望就是在教练的这个指点调整之下呢 可以在这个第一局的这个中场技术暂停 休息之后呢 来赶快来恢复 来赶快恢复 那现场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 我们这边提供的是语音直播 那如果要看现场画面的直播的话呢 请大家在影片 我影片底下一个文字叙述栏 点开文字叙述栏 里面有一个抓饭直播的连结 大家可以去点一下 好那如果说喜欢我的直播的话呢 我提供的内容你是喜欢的 请在影片底下给我一个赞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得到 小袋带进最新最快的羽球讯息 哪边可以看小袋带进免费羽球比赛直播 然后呢还有就是小袋的赛程啊 对手是谁等等的 这些近况啊还有最新的消息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 请大家在影片底下呢 免费订阅我的小林林斯Live YouTube 频道 那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最快的这个比赛这个讯息的通知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回答一下网友的留言 与他们的羽球场地人类 这个网友他说他要YouTube直播 目前YouTube是没有全画面的这个直播 只有我做这个语音直播 那如果要YouTube直播的话 目前可能都没有 那有请就是看一下我文字 文字叙述栏底下有个抓饭直播可以看看 对好谢谢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休息以后 双方再度回到了赛场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4比12 4比12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 现在呢还是在做一个多拍来回 那我们可以看到小黛的这个 跑动能力也非常的强 那双方一来一往 那这个部分呢 三口芡呢挂网了 那小蛋呢开始汲取直追 目前的这个比分呢 是来到了5比12 5比12 小蛋目前呢追到目前只剩下7分的差距 好再度拿到了这个发球权 我们看一下小蛋发球 好发了一个短球 采用这个短兵相近的战术 这一球的弱点 哇这个是非常巧妙 看一下这球的弱点是在界内 在界内 硬的部分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6比12 目前呢6分差 6分差 好小蛋继续去做强力的攻势 哇 试图掌握这个比赛这个主导权 但是这一球有点miss掉了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6比13 好6比13 那球权再度回到了三口芡手中 那希望小蛋这边呢可以 希望小蛋这边可以这个就是尽量的守住 手中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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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蛋现在有慢慢追上来了 有慢慢追上来了 好 跟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先说声武安 可以让我们看到现场直播的画面吗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这边是有关于侵害版权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们看现场直播画面 不过我在我的影片底下文字叙述栏 有提供免费直播的连结 叫做抓饭直播 你们可以去点看看哦 好目前的这个即时比数是来到了7比13 来到了7比13 好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7比13 双方真的是一来一往非常的激烈 小蛋这一球 哇塞 有点可惜 过网了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7比14 7比14的部分 好那球权呢 是在这个三口芡手中的 三口芡要准备来发球 我们可以看到小蛋这球的话 哇真的是有点可惜 如果说再大风再吹一点点 球就可以翻网而过了 好目前双方呢 开始继续缠斗中 好小蛋的往前挑球 好再来 去做这个 跟三口芡做一个一阵 一短一远的这个前后拉掉 好那三口芡的这个跑动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强啊 小蛋呢 慢慢的掉他 刺激而动 那目前呢 这个小蛋呢 他自己先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回球过往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7比15 7比15这球是真的有点可惜了 如果说小蛋呢 在一球一球掉 其实三口芡他就会这个体力下降 具有可能出现失误 但是小蛋这边呢 他自己在回球的时候出现了挂网 好目前7比15 三口芡呢继续去对小蛋做进攻 那小蛋也积极的这个要回这个 整场球的这个主导权 那这球的话呢 三口芡呢 他抢到了先机 他先把球呢 打到了一个小蛋的正手位 那小蛋来不及去旧的情况下呢 这折的比分是来到了7比16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7比16 7比16 三口芡今天还是非常的会跑 就像我们这个网友小英勤俭这边说的 真的是非常会跑 好真的是 不愧是绰号叫做日本小跑车的这个三口芡 好那目前呢 我们看一下随即的比分是来到了8比16 8比16的部分 目前的比分8比16 好我们可以看到三口芡这边呢 哇这边这一球呢 小蛋看起来是掌握了非常大的优势 果然三口芡受到了小蛋进攻的压迫 那目前呢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8比17 8比17的部分 好那继续我们看一下三口芡的这个发球 好发一个后场高远 好三口芡的发球是比较有别于小蛋 好小蛋这边还是踩一个短球的发球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球的部分 小蛋想要掉短球但是出现了失误 好把这个球回击出界的部分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8比18 8比18 好小蛋加油 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点赞 为小蛋加油集气啊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部分呢 赛况 双方呢还是在后场打拉掉 小蛋想要积极的牵制三口芡 不要到往前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小蛋的策略成功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9比18 三口芡到了往前 他一个回球 一个瑕疵 没有办法得分 那目前的小蛋呢 再度的拿下一分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9比18 小蛋呢也拿 重新拿回了这个发球拳 我们可以看到小蛋发了一个短球 好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小蛋还是出现了一个要命的失误 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9比19 小蛋今天开局好像这个球感一直不是很好 球感一直不是很好 想要做一个积极的进攻 但是有好几球都是挂网的部分 好我们可以看到三口芡开球 开了一个后场高远的部分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球是在 这球是在界外 小蛋这球的进攻是来到了界外 那三口芡呢是率先的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目前的比数是20比9 20比9的部分 好小蛋加油啊 好小蛋一个反手拍的过渡 好这边有机会 但是呢小蛋在回球的部分呢 好再度出现了过往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21比9 那第一局呢暂时结束 第一局结束 那即将呢在双方休息以后呢 要展开第二局 稍微简短的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的部分呢小蛋呢 他在这个开局的部分 我觉得好像失误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而且他整体的这个移动的脚步 都会被好像被这个三口芡给牵制住了 那整体的移动速度会是一样的快 但是呢好像感觉整场比赛的这个主导权 是在三口芡这边 所以说造成说他被这个三口芡牵着走 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移球的这个部分 失误率偏高 失误率偏高的部分呢 所以才会造成说第一局的大量失分 大量失分 那我们网友说 李武昌说四角球必须要稳定 没错 所有的四角球就是四角拉掉的部分 那我们说 羽球这边呢常常在跑这个四角拉掉 那四角拉掉的这个部分呢 讲求的就是一个回球的这个质量的稳定性 那很显然的今天在打四角拉掉的这个部分呢 三口芡是稳定许多 跑动也好 集球的准确度也好 都高于小戴 这是第一局的部分 那我们第二局看看小戴会不会 提高他的这个回球的质量 那我个人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第二局我们来看一下小戴的这个表现 一定可以这个反败为胜 逆转胜的OK 好 大家在影片底下呢一起来点个赞 或者上面写加1就表示小戴逆转胜 让我们一起来为小戴加油 为小戴呐喊加油 希望小戴能够出现逆转胜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呢 如果对你是觉得还不错的话 在影片底下呢给我一个赞 给我支持 那也欢迎大家呢 如果想要订阅 想要得知小戴在自己最新最快的讯息的话呢 包括哪边可以看免费羽球的直播 哪边可以看免费羽球的这个直播 还有小戴的这个最新的讯息啊等等的 欢迎大家呢在影片底下 免费订阅我的这个小戴Linx Live YouTube 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小戴带进最新最快的羽球讯息咯 好 那目前呢我们一起来帮小戴加油啊 那如果说刚进来的朋友们 还不知道说要哪边看直播的话呢 在影片底下的文字叙述栏 我有贴上连结是抓饭羽球的这个直播 抓饭羽球的直播 点进就会有点慢 因为太多人点这个连结了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那如果说觉得这个有帮助的话 在影片底下呢 订阅我的这个小戴Linx Live YouTube 频道 新加坡的公开赛小戴呢三战都是全胜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说 我本来刚开始也是觉得说应该蛮稳的 但是小戴今天他比较回球的部分 比较没有在状况内 所以说我个人会觉得说有点为小戴担心 希望说小戴可以赶快回神 但也更希望的是小戴健康是没有大碍的 那目前比赛是来到3比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小戴继续去对三口线做一个拉掉的 这个远程距离的拉掉 好来去找这个攻击的机会 好那小戴率先站到往前 哇这个部分呢 哇一个近身的攻击 三口线挡住了 好小戴继续跟三口线去对拉找机会 好继续做一个拉掉 哇这个多拍来回应该有20拍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球 哇三口线打到一个就是后场的边线球 这球的这个拍面来回来到了23拍 23拍那目前比数是来到4比0 小戴加油啊 好那刚刚这球呢 拍面来回多打23拍真的是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小戴这边呢继续跟这个三口线去做缠斗 好三口线这边呢还是继续去跟这个小戴去做进攻 但是这边呢小戴找到一个先机上网了 一个漂亮的小杀球4比1 好4比1的这个部分 好现在呢把这个差距缩小到三分叉三分叉 好球权来到小戴手中 我们看到小戴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 好我们再看一下小戴这边要怎么打 哇小戴这边的一个近身的这个挡球挂网 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比5 不好意思我这边打错了 应该是1比5 好不好意思我这边 刚刚我这个个人的这个眼力出现了严重的瑕疵啊 好现在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比5 1比5 好 好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1比5的部分 哇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小戴再度出现了一个失误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比6 1比6 小戴今天不管是正手派还是反手派的部分呢 在回击的质量上面 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的 好我们可以看到小戴这一球 哇好像打到了界外 感觉小戴今天脸色好像不太好 会不会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呢 好希望他的身体是没有事的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比7 好小戴加油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双方你来窝网的拉掉的过程中呢 哇小戴这边呢 有机会 哇这球有机会 没错太好了2比7 这球呢小戴呢 再度呢做一个点杀 漂亮的一个点杀呢 好让这个比数呢再度缩小2比7 5分的差距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2比7 好我们网友说目前不能看进不去 可能是因为 现在就是太多人涌进去了 所以说造成直播网址就是会 有点就是塞车当机的这个情况 可能还是要稍等一下 好目前的比数是2比8 2比8 那小戴呢暂时落后6分 好不要紧我们继续为小戴加油 好可以看到小戴这一球 哇双方呢在后场站到前场 那这一球小戴有机会去做一个攻击 这一球的弱点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歪了 那小戴比较求好心切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小戴这球 其实他是想要求压线的 可是还是歪了一点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2比9 好我们继续看小戴的进攻 好双方呢还是在就是做拉掉 从后场的拉掉演变到前场的拉掉 那这个部分呢比数是来到了3比9 3比9 小戴呢再度呢绑回1分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小戴利用了这个漂亮的身体遮挡 出现了一个假动作的部分 让三口线没有办法去判断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3比9 好6分之差 好这个部分小戴有机会上网了 好这一球的弱点是在 戒内还是戒外呢 是在戒外的部分 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3比10 3比10 三口线发球 好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 看到小戴的这边的部分 是来到了比数是来到3比11 3比11 目前比数是来到3比11 比分是来到了8分差 那也结束了中场的 也进入了比赛中场计数暂停 好这个主播慢半拍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直播这个部分呢 还是会有一些延迟啊 还是有一些延迟 那大家不要在这个 不要在直播间吵架 不要在直播间讲一些 跟羽球无关的话题 不好意思 这边是我们这个规则 好那目前呢 比数是来到了3比11 3比11 比赛进入中场计数暂停 那小戴今天他整个状况 是没有在比赛状况内的 那非常多的这个球呢 都出现了失误 那也希望说 小戴看看在这个中场计数暂停以后呢 能不能进入一个调整 包括今天小戴呢 以往常出现的是回击 就是出界 或者是边线球的一些出界 但是今天呢 不止边线球出界 还出现了非常多挂网的部分 这是在以往的这个比赛里面 我们比较不常看到的 对 那所以说呢 可以看一下小戴他今天 整个比赛的状况呢 是比较没有进入到一个 正常大赛的一个状况里面的 那希望小戴赶快去做一个调整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3比12 三口线的发球 好小戴一个回击 三口线的这个一个跑动呢 想要判断这一球的弱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球的弱点是 在界外的部分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3比13 3比13 我们看一下三口线的发球 发一个后场高远 好我们再看一下小戴这一个 好掉了一个后场高远 再一个杀球 那目前呢 三口线好像举起手来 他要这个challenge 他要挑战 因为他觉得这球好像是界外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阴眼的这个判断 好希望这球是在界内啊 这样小戴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这个 重回重新拿到这个自己的发球局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友说 Brown N说都是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 没错 那个非受迫性失误今天是有点高的 今天是有点高的 所以说今天看起来这个整体的表现 是有点不寻常的 好我们再稍微看一下阴眼的这个判断了 好应该是在 哎呀竟然这球是在 我们看一下 这球应该是在界内 可是这边的判断是 好像电脑出现了一些判断的错误 好像在需要重新的这个读取 因为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是写out 可是呢 电脑上面却写in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再请这个阴眼重新再判断一下 好看来这个部分呢 目前的这个比分是来到3比14 刚刚这球是out的 但是阴眼他出现了判断错误 好 我们可以看到3比14的部分 好小代呢继续跟三口线去做缠斗 哎呀这一球有点可惜了 已经有一个杀球先机了 但是小代这边出现了一个杀球失误 我这球真的杀太偏了 目前比数是来到3比15 3比15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3比15 三口线开球开个后场高远 好这球小代在一个跳杀 这球总算在界内了吧 没错 好在界内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4比15 4比15小代呢再度呢扳回成4比15的部分 那也重新拿到了这个发球局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4比15 好我们可以看到三口线这一球的杀球也是蛮威猛的 那比数是来到4比16 4比16 好那三口线呢重新的要回这个发球局 好发了一个后场高远 小代这一个开杀球 哇真的是双方在比杀球吗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5比16 5比16 小代再度呢双方一来一往 小代再度拿到发球局 好 5比16的部分 好这边小代有机会 好继续去做一个大对角的这个过渡 好小代还没有放弃啊各位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6比16 我们也不能放弃 继续为小代加油 好 比数一点一滴的在追啊 一点一滴的在追 还是有希望的 大家加油一起为小代加油 在底下留言加油 为小代加油打气 那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点赞 为小代加油 我们可以看到这球呢 裁判是比起初界的手势 一分一分追 7比16 7比16 小代慢慢追分 我们一起为小代加油打气 我们看一下小代这球的发球 发了一个短球 好这球的弱点是有点在界外的部分了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7比17 三口线重新拿到发球局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小代沉着应对 三口线一样发了一个后场高远 好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还是在打一个拉掉 三口线想要跟这个小代慢慢磨 但是小代这边加快了比赛节奏 好这球的弱点应该是在界内吧 好没有错是在界内 好小代回神了8比17 好小代回神了 现在在追分还是不晚的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8比17的 好加油加油小代加油 很难逆转了 其实也不会啦 虽然羽球不是圆的 但是小代的功力是非常的深厚 他有绰号叫逆转女王嘛 我们继续为小代加油 奇迹总是会出现的 我们还是要相信奇迹 小代毕竟是身经百战的选手 看现在一球一球跟这个 三口线打拉掉 就是在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 你看三口线马上出现了一个15回球15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9比17 9比17一分一分追 小代目前的这个比分呢 慢慢的跟这个三口线快要快要接近了 快要快要接近了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9比17 还是有机会了 还是有机会了 享受比赛 乐在比赛 OK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9比17的部分 小代开球一样是开个短球 做一个短兵相接 双方在往前做个进攻 哇小代这边 强力的扣杀三口线回击出现了瑕疵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0比17 Ladies and Gentlemen 目前小代从一开始落后 追到现在只剩下7分差 刚开始有十几分的这个差距 小代现在还是有机会的 继续去跟三口线做进攻 这一球有点超之过急了 出现了一个回球过往 目前比数是来到10比18 三口线重新拿回这个发球局 看三口线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 小代去做一个强力的攻击 这一球的弱点是在界内漂亮啊 11比18 小代重新要回他的主导圈 小代这一球的杀球真的是杀的又快又狠 整个三口线仰天长叹 笑了一下你怎么会来一个这个回马枪呢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11比18 11比18 小代这边有机会 小代这边有机会 开了一个短球 再一个杀球 短球结合了这个三口线回球过高 综合12比8 一个连贯的动作12比8 一个连贯的动作一个杀球 一样的位置 这个三口线还是没有办法学到教训 只能让小代继续得分了 12比18 小代6分的这个差距 好 这一球的弱点是在 我们看一下这球的弱点是在界外的部分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12比19 好虽然说三口线就快要来到了这个赛末点 但是小代还是一分一分追没有放弃 哇这一球小代漂亮的一个杀球 打得非常的狠啊 13比19 好13比19 哇这个三口线好几次扑倒在地 好小代再度拿到了他的这个发球主导权 我们继续为小代这个加油 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的 逆转胜总是有机会的 小代的绰号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吧 逆转女王 OK 13比19 小代开球 现在呢三口线他自己也是心里也是有点慌乱 这也是我的猜测 OK 我们看一下小代 哇一个往前的这个高品质的挑球 好继续去跟这个三口线打一个前后拉掉 再一个综合的批杀 好这边有机会吗 我们可以看到那三口线这一球的回击是在 好比速是来到了14比19 五分之差了五分之差了小代开加速 谁也挡不住啊 好还有押韵呢你看看 好14比19 14比19 小代开球开了一个短球 三口线一个杀球小代挡住了 小代上网 好给这个三口线制造一个点压力 三口线一直被小代这边一直掉度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球的回击 哇小代这边出现一个回球 瑕疵三口线来到了赛末点 目前的比速是来到14比20 14比20 好我们可以看到三口线的回这个发球 看一下他的战术 好他发短球进行短兵相接了 好小代这边有机会 好一球一球追还是有机会还是有希望的 好这一个杀球 哇这边整个让这个三口线重心不稳 小代再度拿回发球局15比20 15比20 哇真的是惊奇连连的这个比赛 精彩连连的比赛啊 好目前的比速是来到了15比20 15比20 好目前的比速15比20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呢结束了 15比21 15比21 好那也谢谢各位的观赏 小代今天呢其实后面回神 但是有点回的太晚了 然后所以说呢这个部分呢 在印尼羽球公开赛四强直步 那我们也感谢小代和这个三口线 给我们一场好看的比赛 那小代今天的整体失误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他在第一局开局的这个慢热失误 再加上他第二局失误还是没有办法有效压制下来 虽然说第二局的这个中半后半段呢有开始就是在做一个回神 再一个调整 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这个失误整体的这个压制下来 所以说才造成今天的这个比赛输球 这是他的这个输球的原因 那也很感谢我们现在现场有2797位观众呢 在我们这边在线观看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如果喜欢今天我这个提供的内容的话呢 请在影片底下给我按个赞 那小代呢8月份呢还有市井赛 还有市井赛 还有市井赛 所以我们今天没错 就像我们这个对岸的朋友就说了 输就输 还有什么发烧的借口 我也没有说发烧的借口啊 我不知道你哪边会错意 OK 好也谢谢大家这边的这个观赏 那8月份还有市井赛 8月份还有市井赛 那所以说市井赛的部分呢 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说小代代智颖 8月份市井赛最新的这个赛况 哪边可以看小代市井赛 免费比赛羽球的直播 以及小代的这个赛程等等的 还有最新的状况等等呢 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呢 欢迎在大家影片底下呢 免费订阅我的小铃Linx Live YouTube 频道 就可以第一手时间呢 得到小代代智颖有关市井赛 还有之后比赛的这个最新的动态了 OK 好谢谢大家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这个热情参与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热情的参与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结束直播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六 美好的星期六 美好的周末 OK 那大家我们就先这样子了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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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